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抽取了两百个港人的血样嘛 小三分之二嘛 比别的地区的男人 政治不正确 什么叫政治不正确 这个正确就行了 可是那个事情假如我们倒过来看 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正常的 因为任何的生物学家 研究生物学的人都告诉我们 每个人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都其实两性特质都有的 只不过因为时代的发展 特别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 把性别分工 这个早生分工 男士怎么叫男人 怎么叫女人 把它分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把种种的双性的行为 跟心理压抑下来 其实以前是不正常的 以前是扭曲的 现在才是慢慢 大家比较公开 比较放松 我们男人可以比较像女人 不管是言论还是行为 还是打扮 你这种解释很经典的学术的解释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感兴趣 这个物质基础 生物基础 我就认为呢 这个所有心的东西 心灵的东西 其实是脱不开肉体的东西 这两个东西啊 是是是有 比如说啊 这个咱就中医过去讲什么 吃什么补什么 我是相信呢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你想啊 我们比古代的人类啊 跟塑料打交道 朝夕相处 这个难道对人的生理 你看啊 咱们学点这知识 就说这个塑化剂啊 DEHP啊 是一种有毒的化工业用的塑胶软化剂 可以让微粒的分子散布更均匀 所以呢 常作为沙发 汽车座椅 橡胶管 化妆品 玩具的原料 塑化剂的分子结构 类似荷尔蒙 被称为环境荷尔蒙 这就我原来讲的啊 是环保鼠裂管的毒性化学物质 长期服用 生殖系统会出现异常 这是肯定的 甚至造成这个鸡胎啊 甚至是癌症 这些风险 我就觉得 我们是不是跟这个塑料啊 关系太亲近了 几个原因吧 我想 从从地方上看 你看 比较批评男人吃话的 一般这个声音是出现在北方 以中国来说 尤其是蒙古这边 尤其北方 他瞧不起南方人 觉得你们这个 不过爷们 他们有一句话叫纯爷们 这是一句 纯爷们 这个是一句 在美国讲政治不正确 但是在 在中国讲 这是一句赞扬的话 就好像这个 虽然他们欣赏小沈阳 但是他还是歌颂纯爷们 又画了男女的这个这个距离了 嗯 还有一个跟你们讲 跟塑料有没有关系啊 你有科学考证啊 真的是有关系 塑料味越来越重 我早就闻着很多东西 散发出一股子塑料味 你看啊明星时尚 网络爱情文学艺术 新的电影新的节奏 新的特技 一切都发出一股子塑料味 其实塑料是什么味 塑料是没味的 没错 当今一切就是越来越没味 乏味 经过黄金时代 青铜时代 现在进入令人乏味的 塑料时代 当然我是瞎掰扯啊 但是我确实觉得 你知道我怎么有这种感觉啊 我那天看到一个电影 现在新出现一个电影 你们可能都没看过 可能未来的电影啊 就根据很多电脑游戏编的 都是小帅哥靓女 相当多的特技啊 拍出的那么一种 当然也是真人演的 但是非常几乎就是特技 跟电脑游戏一样 节奏 节奏非常快 可是那个不一定是塑料了 我你说的那种电影啊 假如我没理解错的话 它里面的人 给你看的感觉 甚至人的造型啊 都是超合金 比较多了 就没人文 就冷冰冰了嘛 冷冰冰的 冷漠的 可是这个当然 从某一拍的美学角度来看 那也不见得是坏的事情嘛 那是好的事情 其实整个风潮啊 我们说后现代主义啊 从七零年代开始 是从建筑界开始来兴起了 一本经典的书 就是说 像拉斯维加斯学习 Learning from Vegas 像拉斯维加斯学习 学习什么呢 学习拉斯维加斯的美学观念 还有用的材料 大量的塑胶没有人味的 没有人味呢 可是好在什么地方呢 组合非常方便 而且很轻 那个轻不一定是物料的轻 是心理的感觉 可以把人的种种 现代主义时代的沉重结构 把它拉开 把它抛开 把原来沉重的质感打掉 变成那些浮华的表面 对 让你生活的比较自在 人跟人的组合 也比较流动 比较弹性 那从这个风潮 后来出来 后现代主义 后结构主义 到九零年代 就有文化学家 就是用了那个字嘛 说这是一个塑胶时代 塑塑胶 塑胶时代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无重量 无感触 无感触 无感觉 可是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经不起去挑战的 也不想去经其挑战 你看任何的材料 塑胶是最容易破坏的 可以弄断 可以用火一消 高温受不了等等 是问题是他们不稀罕挑战 我们从以前年代过来都觉得 经过挑战是好的 经历得起考验是好的 可是在塑胶年代 这个根本没有什么好的价值 你越挑得起考验挑战的话 越不值钱 因为不能取代不能替换 所以虚待不一样 我觉得美国人研究的塑胶时代 跟现在香港 台湾的整个工商业 流行的这个塑料味 有一个不同 是 美国的这个塑胶时代 它是从西方 欧洲的 它是从石头 木头 铁铛 这个时代走过来 所以后现代是对 是high modernism的一个挑战出现 而香港 台湾 它的发迹四小龙 发迹就是塑胶发迹 它没有 我讲质感的情况 我本人有一个本能的质感 到一个地方 我对物质有一个基本的感觉 比方说你去日本 你的基本的感觉就是木头 木头 到处都是木头 这个我们不讲 都是外面 房间里 多少一些原色的木头 没有油漆 木头 你去欧洲呢 最大的感觉就是石头 地上都是 百油路的少 主要的街道都是石头 房子都是石头 你去美国呢 你第一个感觉就是 钢铁跟水泥 这个大楼 马路 钢铁 还纽约 就是你就是大钢铁 你整个城市 一个陷入的 这一个就是汽车时代 工业时代 你一到香港呢 你这个感觉就是玻璃 就是他们香港有这个玻璃变钻石 玻璃变钻石 这就是玻璃反光 然后那个金属呢 都不是很重的钢铁的 都是那个薄薄的铝片 对不对 那台湾的质感呢 我现在就变成一个塑料 优质良品 都是那种 就是那种制造的塑料 那我本人呢 我的趣味呢 是木头跟石头 那 中国大陆这个质感是什么呢 什么呢 泥土 你到了任何的地方 好的来讲 象征上我们崇拜土地 和现实当中呢 满街都是土 同样一个工程 搞得大家 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土 在别的地方 没见到这么多土 我们就土 这是不是质感 我觉得我们这个 香港台湾的塑料时代 跟美国人讲的塑料时代 跟他们学拉斯维加 他们学拉斯维加 是这么一个说法 他们大部分的城市 是在钢铁跟石头的基础上 而我们真的有的地方 那真的是拉斯维加斯 像深圳这样 那真的就是拉斯维加斯的 你看 我前一阵看见 就说这个 就时代不同了 就是在德国 还是我们一节目介绍桥梁 德国 不是德国 英国 英国好像纽卡斯尔那附近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桥 现代设计 这个桥啊 就像个像个眼睛一样 它是 船一过来 呼 它就起来 然后平常的船不走的时候 它会下来 这个人可以从这走 然后他就对比啊 说是美国这个金门大桥 当年是花了几上千万的美金 然后说十万吨的钢材 但是就说现在伦敦的 就是英国的这个 纽卡斯尔的这个 现代设计的 轻飘飘的这个小桥 他说造价两千万英镑 用的钢材大概就几千吨 我就觉得这个 要叫我觉得就是不值 就是这么一个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设计 但是就花的价值 这个价钱呢 几乎跟当年的美国金门大桥 金门大桥一样的 差不多 你说知识产权 咱们去二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嘉辉是要讲讲Chicago 那因为子东先生讲到说香港的感觉 对我们在香港长大的确 经历了整个香港 从小城市变成大城市 突然间到处都是玻璃牧场 高楼大厦 可是高楼大厦 每个城市的感觉都不一样 那后来我二十多岁 离开香港先去台湾读书 到台湾读书又不一样 台湾相对香港还是比较乡下 我还记得我在台湾 跟一些台湾的同学到家外走动一下 闻到那个清新的空气的味道 多好都舒服 然后我那些台湾同学 就完全无动于衷 因为八零年代的台湾 反而羡慕香港 那么经济发达前进 他还跟我说 哎呀我们这里都香巴味道 偶尔反而经过一辆汽车 有汽油味道 我们好高兴 还拼命呼吸 吸了汽油味 现代文明的气息 那感觉到 以前把烟囱都歌颂 就是这种感觉 我小时候也是使劲闻汽油味 他们觉得经济发展都在前面 美好的明天 那整个背景不一样 那后来我离开台湾 有一段时间去了美国读书 我先去芝加哥大学读书 再到城市 那漂亮的不得了 高楼大厦 可是很多大楼都是大的砖头 是砖头让来弄的 可是整个泄气是非常古雅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天在芝加哥整个城市的走动的时候 等着晚上去吃饭看电影 一边走天气慢慢冷了 秋天冬天的时候 我在高楼大厦用手去摸大楼的砖头的时候 我突然感动了流眼泪 现在说起来有点肉麻了 二十多岁大男人在那边流眼泪 那时候还没有抒发剂 对不对 因为感觉说 这种大楼就是香港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你觉得永恒在那边 他经历到整个美国经济起伏的不同的年代 然后感觉说这是那种伤村悲臭的感觉 我是过客来读书 两年 三年 四年 在大楼永远在以前我们中国哪个学者 来过芝加哥读书 来摸过种种的感觉 想起白现永的小说芝加哥之死 就是 因为我们来自香港 不一样 后来我把流眼泪的感觉 跟我在美国芝加哥的同学讲 他们也是笑 也是觉得 他们已经无动于衷了 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像当年台湾的同学笑我 感觉去到家外 觉得非常清新空气一样 那背景不一样 上海现在就是活的博物馆 博物馆 对 你就是个建筑博物馆 你在黄浦江边上 你看浦溪的墙 就是巨大的石头做的 那就是上个世纪 就是我讲的欧洲的石头 石头的感觉 由于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是坏的 但是要留下好东西 你去看看海关大楼的 这一排建筑 现在World of酒店 这个汇丰 这个旧大 那个都是大块大块的石头 你走进里面 那大厅里面 这个房子都是石头的 你对面浦东 那就是后现代的 全是玻璃大厦 炫耀眼 对不对 所以在外滩呢 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景观 就是内地到上海旅行的人 全部站在浦溪 跳往浦东 发出感叹 而外国的游客呢 倒过来看浦溪 说哇 在中国有一条欧洲的街道 所以我就说啊 这个人是不能不受影响的 人是环境的这个产物 对吧 还是我说这进朱者赤 进末者赫 进末者黑 对不对 你周围如果都是永恒的时候 人是什么样 对吧 那么你周围都是一些个塑料 你看塑料的特征 就像你说的 它可以随意塑形 随便组合 然后呢 一朽一坏 马上就没了 说没了就没有 变换莫测 那么你觉不觉得 人的这个性格 思想感情 难道不是这个的产物 就是说 在血液里头 你有塑画剂 实际上从整个环境 给你的这个观感里头啊 你得到了一个什么 就是你看这个快速变换 这个布景啊 你现在一个从北京 从小长到大的一个孩子 他看到的不是永恒啊 他看到的是变换莫测 画画画画画画 全变了 在香港是最典型的例子 香港的经济 就是要不断的转型 我来的最不习惯 就是我们原来的校长 跟学生就说 你们不要期望 一份工作做到底 你们要转很多 因为我脑子里觉得 我很少说的教育 就是说 一个人一辈子 得砖一个洞 你砖这个洞 才有可能出成绩 你要多砖几个 你就根本做不了事情 可是香港的教育 不是这样 那人的工业 大家都在转换 最近有个例子 我告诉你 我看了以后 他的报道 我的读法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有这个三格子 四格子 香港 那个很多这个DVD 不是有没有格子 不是四载 三载四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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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在香港 在香港的很多商场 剧烈的争斗 很多什么什么会 什么会那些帮派 为此争地盘流血 警方专门成立什么科 来做调查 多少年的战争 最近没了 为什么 就像你讲的 这个塑胶时代 为什么 因为最近从韩国 进来的这种记忆卡 一张卡 几十块 几百套 把三格四格的 所有的店铺 在香港现在刷 没了 你看这个经济 你怎么石头 你这个石头放哪 你做的工业 你的安生立命的东西 就是随时可以去 而且他们有这个高手 都能把这个格仔 给解开 把马赛克解开 那叫 就像子东说的 那种卖奢琴光碟的店 工业就没了 剩下 对没有整个工业 就剩下几家 这叫香港一些老区 有人做过报导去采访 那谁去买呢 他说来的客人 平均年龄 都是六十五以上 你给他一个记忆卡 他也不会弄 对对对 就只是慢慢来挑 这就是怀旧产品 对而且他来了好久了 挑了五个钟头 才挑两张光碟 他到那个年纪 要那么多光碟也没用 都是脑溢血的诱发因素 塑胶时代 来 徐老师 我们大学里现在也进入塑胶时代 怎么讲 你在大学里 你假如说 花好多年功夫 我研究温行雕龙 我研究焊术 我研究世纪 那是石头时代 那你就盖个房子 准备几百年的 或者说你是研究鲁迅 研究张爱玲 那是盖木头房子 现在的流行什么 影视专业 电影 动漫 日本动漫 用文化研究的 电梯在这个象征 什么什么的 不都塑料吗 而整个学界 现在从上面指导政策 还鼓励这种 要新学科 要创新 要为 学生也感兴趣 你现在学生要他选修 一门文心雕龙 一门电视影视什么什么研究 他全都奔的这个影视研究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见效快 这个又有趣 塑料房子便宜 对 宜家家私容一般 见效快 这样说有点瞧不起他们 我觉得每个年代 每个年代的主流学问 所谓现学 主要感兴趣的方向 最主要的 我听子冬刚说的 我们也深有同感 是整个政策会来影响 比方说你说研究一个文心雕龙 研究一个经典的作品的 或说理论的时候 你需要时间嘛 不是三年六年能做的 现在所有 你是大学校长 或说你是教育局的人 我跟你申请那个钱 你给我 要嘛就不给我 要给我的话 我一年就要交一个小报告给你 两年交个中报告 三年交个大报告 那我没有啊 交不出来到时候合约都不跟你续 对 我那个个案我要研究 我那个经典 我要研究六年的 你就不批了 那我只好挑快的了 对 而且呢 它不光是快 是个表面 现在只要做好表面 做好包装 你比方真材实学啊 就像是这个 比如说木头 什么黄花梨啊紫檀呢 木头的特征是 芯跟外头是一样的 对对对 对吧 现在这家具 你看你里边三合板 你外边天木皮 你要什么松树纹 就能有什么松树纹 而且你看我就 为什么我说这个塑料时代啊 包括明星的脸 明星的脸有几个是真的 不是 差不多啊 大部分都是真的 就是一个脸呢 你看那个画报上 他们就打扮 就像是一个 不承认自己本来的长相 你可以随意造型 那你知道这方面 有一个隐喻啊 最近有个新闻 韩国的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 你知道吗 就是家里人劝都不听 十几年没有卸过妆 你想韩国就 他为了美啊 浓妆 晚上都不卸 十几年没有卸过妆 结果呢 一旦卸下这张假脸呢 里面是一张苍老的 像老太婆一样的皱纹的脸 这女孩姓裴吗 好像是 而且我们现在还有 明明本来是石头 还要贴一层塑胶 真为师楼啊 建福工啊 这就是本来是石头的东西 还要贴一层塑料 更惨 那么这没事给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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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